其实女生你们有没有想过 就是从头到脚要保养的东西非常的多 脸部保养、身体保养 还有由内而外的保养 那关于私密肌的保养 你们有没有认真在乎过呢? 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 曾经以前是用沐浴乳来清洗私密肌呢? 以前年轻的时候对于私密肌保养 真的没有太深入的去了解 所以就想说用一罐来洗全身 就是真的是讲求方便 有一次的经验就是跑跑跑进去 真的超吸 吸到一个爆炸 之后那段时间就是常常跑 复科 还那段时间也经常反复的 有一些私密肌的问题出来 然后呢我也是有听我的朋友讲说 建议我用清水洗 那因为女生的私密肌 会有那个缝缝 缝缝的那种细节的部分 所以呢里面就会有残留 还有残污很多的一些汗垢啊 就会变成有味道 所以单纯用清水是没有办法整个清洁干净 PH的私密洁净露啊 就是专属私密肌的微酸清洁 PH值啊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们女生的私密肌PH值是比较偏微酸性的 那我们普通在使用的沐浴乳啊 香皂类的洗身体的部分 都大部分是碱性的为主 清洁力的力道是真的有点过强 所以如果你使用在私密肌的部分的话呢 可能会破坏酸减值 我会一直持续有在使用 HH的私密肌专用清洁露 真的不是没有原因 在这个期间呢 我当然也是有尝试过其他品牌的 但是有些洗完的肌肤 会有那种太干涩的感觉 或是洗完一阵子之后呢 流汗啊那个异味 然后那种汗臭酸酸的味道 就会开始不断的又开始出现了 HH呢他们这个产品 直接解决掉我这两个问题 我这一次呢 逗邀HH来试用他们推出的 私密益生源洁露 他们呢研发了两年的时间 并且特别加入了益生源 胶原态 这一次特别推出的两款 都是两感款式 分别添加了复活草直碎的润泽板 与香白叶添加的嫩白板 而且带有高级感的精品香味 而且明显可以感受到更滋润 用量更省 泡沫更绵密 而且它只需要戳洗30秒 就可以简单的清洗干净 一整天忙碌下来 让你的私密清洁 变成是一个非常享受舒压的时段 如果你是肌肤啊 比较缺水容易干 或是有点微微的烧痒的话呢 就可以推荐给你们这一款 保湿润泽板的 如果你是肌肤比较容易暗沉 有色素沉淀的困扰 那我就会推荐给你这一款 嫩白板的 选择私密机专用的清洁露 才是对的选择 给自己啊 一点点小小的投资 直接解决了尴尬老人的异味 跟男友还有老公亲密就不纠结哦 如果你想要知道 HH他们家的产品 有在哪些通路贩售 那可以到我的影片下方资讯栏 我会放在这边给你们大家做参考 那当然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留言下方告诉我哦 拜拜